Hello 大家好 我是John Roger 鹹黑燦 我一位食譜專欄作家 料理導師 和一個很喜歡說說故事的HOME CHEF 今天教大家做一個很適合平時煙客 又或者一家人為賣一起吃的菜式 就是這個葡式海鮮飯 葡式海鮮飯有什麼特別呢 很容易做 由你煮到你最後上碟都用分一個鍋來做 我們首先看看今天的食材 有少許洋蔥 然後一會兒我準備了少許番茄 今天我不論識我的荷包 我買少許好的番茄 用一些藤茄把它切碎 這樣就可以了 好 如果你問我 John Sir 我可不可以再吃一些例如 車尼茄也可以 然後說說我們的米 今天我們用平時大家可能很喜歡吃 意大利燉飯risotto 那一隻米 這些米通常在大部分的超市便可以賣 但大家要記住 這隻米是不需要洗米的 我們直接放進去煮就可以了 那又有不同的海鮮 那今天我就在超市買一些急凍的海鮮 包括這個帶子 蝦仁 那你問我 咦 急凍的海鮮不好吃 這個菜式的亮點 有些新鮮的沙白 剛剛今早在街市很新鮮買回來的 我們現在就先開熱 開了那個煎鍋 那我今天就用一個西式料理 這個叫Castro 就可以煮燉菜式 那如果你在家裡有 你可以用 如果不是 或者用一個普通的frying pan 有一點深度來做 都可以 因為一會我會用一個frying pan 去煮飯 好了 我已經燒熱了油 第一樣東西就是準備了一些洋蔥 現在我切得這麼細 你記得下了洋蔥之後 立刻在明火上面 將它轉為小火 要不然洋蔥就會很快焦了 好 下了洋蔥 先爆一下 然後準備有幾粒蒜頭 蒜頭也是很簡單 切片 現在我要煮飯 俗稱它的湯底 現在就把我剛才切好小粒的番茄 全部放進去 煮一煮 還有我告訴大家小提示 煮這些這麼有鑊氣的菜式 我發覺原來用明火做出來 是靈性香一點的 因為用明火 其實某程度上 可以控制到火候 以及令它的存熱 是好很多的 好了 下了番茄之後 然後這個時候 我可以把我剛才準備好的 蒜片 全部放上去 這個菜式 我覺得很多時候 我們家裡 以前小時候 很多時候都會 一到暑假 就會回到葡萄牙 即是 就稱之為秘暑 這個菜式 我一到星期六 很多時候 家人都會去煮 為什麼呢 它的好處就是 你學會了怎樣煮這個 底汁之後 海鮮 其實每次都可以用不同的白搭 一家人圍著 那去吃飯 其實我覺得 這個其實是一個 都挺上心的事 我們下了番茄之後 煮一煮 煮到它開始 有少少微爛 接著我們就要加少少白酒 我會有小建議 就是你去到超市 買些小小的那些 五十多元 六十元 或者再便宜些 那些叫做Cooking Wine 都可以的 倒了白酒之後 等它煮一煮 等它那個酒精蒸發了 而且你看到 其實現在 那個番茄 已經做到 是一個番茄融出來 整個過程 我覺得真的很治癒 接著我會加少少辣椒粉 有辣味才可以提鮮到 所以現在就加少少辣椒粉 如果你喜歡的話 你甚至乎可以加紫天椒 就可以 好 加了辣椒粉之後 我們把它炒一炒 接著把火轉小一點 這裡就是大概有二百五十克的意大利米 我們把它一次過全部放下去 不需要洗的 放下去之後 輕輕 兜一兜 讓米和番茄底融會一體 好了 接著我就是放高湯 平時我們怎樣用一個 Frying Pan 一個西式的方法來煮呢 大概是1比2.5到3 即是說 如果你是用了100克的米 你就預算大約是250至300毫升的水 來做 但大家要記住 你在家裡 你用的爐具 甚至乎你用的器皿 都和我不同 所以大家不妨可以預留 有多少少少液體來做 稍後我會煮 煮到這樣 你會發現開始有點乾 但應該還未煮熟 我會再留一點水 將火開大 讓它煮滾 好了 現在已經滾了 滾了之後 很簡單 蓋上蓋子 然後把明火調到最小 那這樣要煮多少 跟回我首先的份量 整個過程 我們是會煮20至25分鐘 在期間 要看一看 不要讓它太乾 一會兒 我們就會開始加不同的海鮮 煮一下煮一下 我已經差不多煮了10分鐘 揭出來看看 你看到 很明顯 現在的米已經吸了很多的湯 很飽滿 今天的亮點就是 我們如何善用 在超市買的急凍海鮮 我準備了一些蝦仁 還有帶子 首先可以把蝦仁 當然要先融雪 把蝦仁放進去 這個時候 亦是發揮你自己的創作空間 把盤放得很漂亮 這個帶子最簡單 我把蝦仁放進去 如果你喜歡的話 甚至可以在帶子 把蝦仁煎一煎 每邊大概是煎20多秒 煎到金黃色 然後放進去就可以 跟著我們最重要的一件事 這是新鮮的沙白 把這些沙白已經套好沙之後 全部放在鍋的上面 把它放進去 然後加多一點水 我們可以蓋上蓋子 當你煮到這個蝦熟 它自己會彈開了蝦殼 這樣就基本上可以 但這個時候 我都要準備其他東西 就是我會加一些 黑橄欖 一些甜紅椒 還有待會加少許牛油 讓它收一收汁 好 最後我再加一些檸檬汁 因為剛才我提到 除了辣味之外 檸檬和海鮮很配合 再加一些番茜在上面 如果你喜歡黑橄欖 可以再加多一點 這個飯基本上 我們做到有少許 好像半湯飯 還有些水 一鍋新鮮熱辣辣的蒲角海鮮飯 這樣就做好做 是不是很容易做呢 不用半小時 你已經可以一家人 為賣一起開餐 希望大家喜歡這個食譜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很多朋友可能會問我 John Sir 其實我平時買蜆 怎樣去套沙 這個是我自己個人做法 也是海鮮哥哥姐姐教我的 基本上你買蜆回來 一定要新鮮 買回來不需要做任何東西 整個袋放在冰箱 到你要淋煮前 兩個小時拿出來 把水倒進去 然後自己加少許水喉水 加少許鹽 給它大概一個小時 基本上你隔水 沙就已經走出來 再用一次 借水 騎機 火車 指摩 我們請教書 建築